你整天说要去工厂 其实就是为了跟女工约会 你带他们去办公室 还带他们去外面整天都不见人 你说你去干什么了 你说话呀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叫人监视我 如果你行得正 还怕我监视吗 太过分了 我在工厂里好好地做事情 你居然叫人监视我 让员工知道的话 这不是笑话吗 如果你没有乱来的话 你还怕我知道你的行踪吗 你讲讲道理好不好 我根本就没有乱来过 好 那你说 你竟然跟了那女工一天 你出去干什么了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冷静点好不好 是那个女工的孩子生病了 她想问我借医药费 我只是去关心一下而已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没事了 没事了 那个女工自己有家庭孩子 跟药宗不会有什么的 雅田你多心了 妈 我不信呐 好 就算是你关心 可你让那些主管去关心啊 你凭什么跑去一整天 分明就是不单纯 难道我在外面的 每一分钟 去的每一个地方 都要向你报告 对 你就是要报告 因为你是我的老公 你是孙家的人 就是要向我报告 是 我是入赘了你们孙家 可我也是有人生 有父母养的 你连我爸死了 你都不让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你还把我当人吗 你还把我当你的老公吗 你说 廖宗 你爸爸他 我爸死了 我家里人写了很多信员 叫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 可我一封信也没收到 你问问雅婷 问问你女儿 你问她 你说 为什么 雅婷 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 你 我就知道 那个家整天给你寄信 是 我全都死了 是你爸爸自己说 不要你这个儿子的 你还管他死活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就只有一个爸爸 他姓孙 你打一个我了 别打 别打 你要打我 好 你打呀 你打呀 你过来打我 你打呀 你打呀 雅婷 你少说一句 你也有错的 姚婷 姚婷 你担大一点啊 妈 我没有错 姚婷 姚婷是你自己说要寄孙家的 是你自己说要和他们断绝关系的 你一直在骗我 一直在骗我 现在还在外面搞女人 我不要扶你生火了 你打死我吧 我也不要生孩子了 你杀死我吧 你打死我吧 你打呀 你打呀 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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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肚子好痛 快 快走一夜 快走一夜 雅婷 你没事吧 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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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受这么大的刺激 你们吵成这个样子 老爷 老爷 先别怪药宗 等医生出来以后 看看情况怎么样再说 啊 医生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病人受到太大的刺激 子宫剧烈的收缩 胎儿已经消产了 我女儿怎么样 她没事吧 她是没事了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说呀 她今后 可能无法再生育 医生 你说 我们雅婷 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没错 很遗憾 你是怎么对待雅婷的 当初 你说你会好好照顾她 会让她 结果 就害她留了产 让她以后不能再生育 你说 你怎么对得起雅婷 就算雅婷脾气坏 你也应该让给她一点吧 她就是万般的不是 这也是因为爱你呀 你还扯着脖子跟她吵 害她那么惨 倒知道 你这样对雅婷 当初我就不该同意让你们结婚 高 如果这种婚姻委屈了你 你那可以提出来吗 现在 你却让她没了孩子 让她毁了人生 你说 你拿什么来陪她 雅婷 我可怜的孩子 雅婷 雅婷 但我 随风行 临向如今去 等待春归花 流星 今晚再相聚 秋雨泛黄 亦难忘 心中不悲伤 今夜不思量 心事与他 情深拥有你 你为我们留年来吗 辛苦你了 秋雨 没关系的 一切的苦我都无所谓 只要你能回来 吃再多苦我都甘愿 我已经不能回去了 秋雨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和孩子 我也是身不由己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能回来 亚天她流产了 永远不能再生命 我已经辜负了你 不能再辜负亚天了 求求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们的 但是我现在不能离开亚天 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任何刺激 我不能让她再受到任何刺激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你要怎么照顾我跟孩子 你要让孩子没有爸爸 你要让正阳和念慈没有爸爸 求求求 你求求他 哲世了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我 求求爱 open 你还有孩子吗 可是亚天除了我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林秋菊 主任 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以后会多注意的 不是这件事情 是这样的 你以后不用来了 你去人事部 把你的工资 和你的遣散费算清楚 从今天开始 你不用来上班了 还有 把你的出厂证 交给人事部经理 为什么要解雇我 我只知道这一次 我没有犯其他的错 主任 我需要这工作 你不要问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是上面的意思 是总经理亲自交代的 你有什么问题 就去问他吧 好乖哦 妈妈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我来陪你喝妹妹 妹妹今天有没有乖乖喝奶啊 有 刚才护士姐姐帮妹妹喂奶 她喝光光了 一点也没有吐 我还会量体温呢 这样好乖哦 妈妈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能帮妹妹治病 那你要用功念书 以后才可以当医生呢 嗯 秋吉 妈妈 叫他出去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秋吉 我替念慈买了些奶粉和冥药品 嗯 还有些衣服 鞋子 很可爱 啊 正阳也有份 我还买了一些玩具 还有一些书 我问你 是你把我写孤了吗 是的 为什么 我需要这份工作养活孩子啊 秋吉 我会给你一笔钱 去别的地方做小生意 你一定可以养活孩子的 你以前在家乡 就很会做生意的不是吗 你想赶走我和孩子 我不是要赶走你们 只是你在这里 如果让孙家的人知道的话 对大家都不好 我希望你去别的地方安顿下来 钱不够的话 你随时跟我说 我会寄给你的 这样一来 你也能全心全意的照顾孩子 不要让两个孩子 年纪小小的没人照顾 我天地条条来到台湾 是为了和你团圆 为了给孩子一个交代 为了给爹一个交代 你想赶走我 你这不是要抛弃我 抛弃孩子吗 镇阳和念慈也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会弃他那一本故呢 我说过 我一定会负心 养育他们的责任 我只是希望 只是希望尽量避免恨你碰他 这样 我比起好多事情 妹妹醒来 蜜子 我不让你碰我妹妹 不可以这样对爸爸说话 她好笑啊 蜜子 我是爸爸 蜜子 蜜子 她笑了 她真的笑了 医生说 婴儿的表情反应 没有太大的意义 她还不会笑 不是的 她真的对我笑了 蜜子 蜜子 你是不是看到爸爸很开心了 蜜子 我也很高兴啊 妹妹她不会对你笑呢 跟我笑跟我笑 蜜子 我想去看看爸爸的牌位 是我没有尽孝 我对不起爸 妈妈 我们自己回去 这样 爸爸能 不会不要你的 别生我的气了 我去开车 你们等我一下 镇阳喜欢坐车啊 好 等一下爸爸送你回去 等我 姑爷 送东西给小姐补身子 是啊 要不你拿进去 或许小姐会高兴一些 啊 不乐 她在给我赌气呢 她不想见到我 啊 还有 嗯 一会儿见到她 你别说见过我 免得她又生气了 好的 知道了 要不 等小姐好些 我再告诉您 好的 啊 赶紧去吧 哇 车子跑得好快哦 我就住在里面 好 好 婶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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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爸 这儿吗 婶婶 我们坐车回来了 是吗 嗯 车子跑得好快哦 好像在飞 是吗 嗯 总经理 对不起 弟 我没有让你好好地相复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 为什么你不等等我 爹就你一个独自 他最爱我的 就是你了 现在他知道 你不是故意不回来 见他最后一面 爹一定会原谅你的 感谢观看 叫厉害 roze 转口 炀口 作词 音乐 你也拜过爹了 爹娘 在天之灵 也都知道了 以后爹的忌日 三元 你多少给他 尽点心意 上住香什么的 我知道 对了 爹葬在哪里 令氏匆忙的 只能葬在附近的山头 没回故乡 给爹落叶归根都没法子 邓教来时局好一些 为爹回去给爹签葬 何必等将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替爹签葬 现在 现在怎么回去了 现在回去 还能出来吗 出不来有什么要紧 咱们家本来就住在那儿啊 现在回去会出事的 有些事情 要但以后慢慢再说 这些钱 你拿着 我回去了 这几天有机会 我会去看看电子的 你不能来找我 我会主动找你的 原来 那个总经理 就是你的小丈夫 真是太可恶了 他竟然为了富贵 去给孙家入赘 亏他还是高家的独生子 他怎么对得起你们家老爷子 这要不是有了正阳 他竟不是要害高家绝后吗 他是要成高家的罪人了 听他的口气 是要另起炉灶 来养活你们母子 秋菊 你同意吗 我不想 而且 万一被孙老爷知道了 药总会出事的 他都不顾你 你还顾他干什么 这天下 哪有这种道理 再说 你是明媒正娶 那反倒偷偷摸摸了 哪有比这耿气人 更委屈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眼前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走一步算一步 你这到最后 还得你让步 让到你没路可退 秋菊 你好好想想吧 孙小姐 该吃药了 孙小姐 你还有别的吩咐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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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宗啊 有没有见到雅婷吗 没有啊 我才刚过来 雅婷不见了 不见了 孙先生 孙太太 昨晚孙小姐还在房里 可能是今天早上 才跑出来的 我已经通知 所有人去找他了 那你用分头去找啊 医院的脚底窝窝 我们赶紧去巡视 我怕他会想不开 对 那我去找找 哎呀 老爷 这孩子 真让人操心啊 他 他 他也是有什么事 我 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 好了好了 先别说这些了 咱们也去找吧 哦 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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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雅婷 你怎么跑出病房了 大家都很担心你 担心我干什么 反正我也不能生孩子了 或者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你走了以后 爸妈他们怎么办呢 你走了以后 那我怎么办呢 你并不爱我 你不用管我 我死了你最开心了 你是我的妻子 是我最爱的人 你走了我怎么可能开心呢 反正我也不能生孩子了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牵挂 你可以不用管我呀 你可以离开我呀 医生只是说 你以后很难有机会坏孩子 并不是说不可能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你别那么想不开好吗 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死了 你就可以自由了 你胡说什么呀 你死了我怎么就自由了呢 你竟说些胡话 是我强行把你留在我身边的 我知道 其实你并不爱我 我又不体贴 你也有差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 你提醒的事不好 是不够体贴我 但是我还是爱你 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追你 追得多辛苦啊 我和你经历了多少过程 才能在一起 你都不记得吗 内心还不够证明 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吗 亚婷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永远都是 可是我害你 没有见到你父亲最后一遍 我还说出那种话来伤害你 我不是要故意伤害你的自尊 我真的是害怕 我害怕你离开我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想伤害我 你是我的妻子 雅婷 以前的事情 我们都忘掉好吗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 我答应你 从今天起来 我们两个 好好的生活 好不好 雅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要故意把孩子留掉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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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是 走吧 走吧 医生 我们给小姐打了镇定计 她已经睡了 对了 千万别带刺激她的情绪了 姚总 你是不是跟雅婷吵架 她一时想不开 才跑到楼顶上去的 我没有跟她吵架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的 雅婷当初坚持要嫁给你 我就不同意 看 果然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嫁都嫁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怪我 怪我没能替雅婷 选个好丈夫 怪我没能替孙家生个男丁 害她受这么多苦 这么委屈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雅婷 我会注意 别说这些了 雅婷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 也不知道她以后会成什么样 你如果真的对她好 以后就好好地待她 别让她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 知道了 雅婷 你吃那么多的苦 娘怎么忍心 咱们好多的苦 咱们好吃